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现在大家请回头来看一下我们这边 这一条长长的管道这又是什么呢 天线宝宝 这一个不锈钢的管道 这是我们一个出井的快速通道 大家可以看到以前的那一个滑杆 但是以前的老式滑杆对我们出井呢 人员下滑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坠落 还没出井就很容易造成受伤 那我们这条出井快速滑梯通道的建成呢 就是保证了我们子弹员在听到警铃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这个滑梯滑下来 然后快速的跑到我们站的伏架 进行着装 大家可以继续往这边来看一下 就我能玩一圈 我得多练练这个科目 看到这个滑梯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想不想体验一下 想想是可以的 但是这一个要是想呢 得经过我们专业培训 大家不要看他只是个滑梯 就感觉他很好 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这小散播的话 你下来可能就直接出去了 直接飞出去了就 别人就是脚朝前你是这么下来 来大家来往前面走 这边是我们的出前回来的战友 刚才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就确认安全了是吧 这种情况多吗 他就是一出去确认安全有关 也算还好 对平常各种警断 我在抢险救援 明白 所以刚才本来出警说的是有什么 事件是什么呀 对本来说是 抢险救援 因为我们这个出警前面都是会喊 火警和抢险救援 分火警和抢险救援 然后这套就是抢险救援 所以抢险救援就一般什么被困的啊 这种是吧 各种什么跳楼啊 头夹在缝里了 对对对 卡锁啊开锁啊等等这些方面 开锁咱们也要负责吗 对也有这一个 因为开锁会存在一定的因素 可能说有人是因为什么事情 然后然后有什么被困索困呀 什么紧急事情呀 或者说谁呀被困电梯里面 电梯锁呀 这个我们也是要开的 明白